从92年开馆之间 台湾文学馆成立超过10年 馆长李瑞腾在成立10周年之际 特别定出下一个10年计划 他表示在考量各种环境因素 未来将以文创商品的推动与行销 文学推广教育往下扎根 还有国际交流等作为优先发展的课题 我们能够转化成为文创商品 跟一般的这个素厂剂结合 让民众有更多的选择 那这个我们会努力来做 甚至于说我们考虑 到底有没有那个可能性成立 内部成立一个任务的编组 来做这个有关文创的研发的这个工作 他同时也表示 台湾馆目前也在台北全球交流便捷 又深具历史意义的建筑空间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软硬体兼备的温室空间 他也可以就是有点朝分管的方向去走 那他就是不做典长嘛 有点长我们必须在分管 但是他可以有我们说这个展示教育 这两个特访服务的功能 李光章表示由于街道起码 将于2月1号返回学校 也希望这第二个十年计划 可以为文学馆的永续发展 打造可大可九的人文伟业 交定了街里起哄台南的参报道